智慧快轨来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智慧快轨是一种革命性的城市交通形式 最近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首次亮相 这些创新车辆将公共汽车的灵活性与油轨电车的效率相结合 有望改造这些地区的公共交通 智慧快轨的概念出现在中国 2017年第一辆原型车在湖南诸州进行了测试 这些车辆在没有传统轨道的情况下运行 而是依靠数字轨道系统 这种智慧快轨不需要铺设实体轨道 无轨电车沿着油嵌入道路的传感器创建的虚拟轨道行驶 这项技术可以实现精确定位和平稳导航 即使在狭小的空间中也是如此 同时采用动力电池 氢燃料、超级电容等作为动力来源 无需架设接触网供电 这种设计有不少独特优势时 可以利用现有公路 同时工期短、造价低、牵线易、运量大 智慧快轨是一种电子导向胶轮电车系统 该车用胶轮取代缸轮 通过在现有路面上 附划导向标线或预埋磁定 利用光学识别或永磁感应技术智能感知 预测运行轨迹进行自动寻计导航 从而精确控制列车在虚拟轨道上行驶 这些快轨电车为包括残疾人在内的乘客提供无缝通道 他们可以以毫米精度滑入车站 确保顺利上下车 澳大利亚选试验 2023年5月 中国中车代表团访问托斯斯特林地方政府 围绕引进无轨地铁进行磋商 中国中车展示了第二代模型 有更轻的氢燃料电池供电 每段重量与双层巴士大致相当 2023年9月 中国中车无轨地铁DRT抵达斯特林市 启动为期数月的是运行 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实际路面条件下测试无轨电车技术 2023年9月到11月 斯特林市政府对项目进行全面可行性评估 包括检验充电容量 电池性能 转向能力和乘坐舒适性等指标 11月16日举办公众试程活动 吸引了1200名来自珀斯和澳大利亚以及国外的居民 游客和交通专家体验全澳首辆无轨轻轨 线路为一条7公里长的往返线路 从格兰达罗车站到斯卡伯勒海滩 2024年7月5日 斯特林市政府公告 无轨地铁试验取得了巨大成功 斯特林市的无轨地铁试验在2024年全澳地方政府奖中荣获大奖 市长斯蒂文·瑞迪克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手中接过奖项 这个地方政府奖是澳大利亚政府每年针对地方政府的工作项目评比 今年有74个市议会提交了144份方案 目前 斯特林市正在完善于无轨地铁相关的商业计划书 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内向澳大利亚政府提交 新西兰的兴趣 新西兰一家名为Transitnext的公司旨在将无轨电车引入城市地区 受中国自动驾驶快速交通车辆的启发 他们认识到这种创新方法在城市转型中的优势 NZ Herald的报道评价称 从表面上看 制轨对奥克兰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 该系统的成本仅为地面轻轨的三分之一左右 而且安装时间短仅需几周时间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这些车辆由定路道路的磁定引导 没有架空电线 没有轨道 除了一些非常简单的车站外 磁定是唯一需要的基础设施 该车就像脚接式公交车 但据称稳定技术可以让乘坐体验与火车一样平稳 可以应对15%的坡度 奥克兰海港大桥为6% 他们计划在年底前进行试验 包括奥克兰和惠灵顿在内的新西兰城市 可以从无轨电车中受益 他们占地面积小 对基础设施的要求最低 是振兴城市郊区和连接社区的理想选择 无轨电车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到来标志着朝着可持续 高效的公共交通迈出了重要一步 随着城市寻求传统轻轨系统的替代方案 这些创新车辆提供了一个有前景的解决方案 随着试验和投资的不断进行 无轨电车可能很快就会成为我们街道上的常见景观 从而提高机动性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